灵性练习 从死亡的源头中解脱出来 萨古鲁说 对大多数人类来说 死亡是生命中最深刻和最神秘的部分 因为不管人们听过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仍然无法弄清死亡是什么 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 都无法弄清死亡是什么 灵性过程不是关于死亡的 你是在探寻比死亡更为深刻的东西 死亡是一件频繁的事 没有什么神秘或深刻之处 那是反复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 死亡之所以看上去非常神秘和深刻 不过是因为短期失忆 如果你的记忆像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你不记得有过昨天 你不记得你曾经睡过觉 你只知道自己是醒过来的 那么每一天 你都会觉得自己是在仙境中 那将是最神秘的 这几个小时的睡眠 就会是你生命中最神秘 最深刻的部分 只是因为你不记得自己其实睡了一觉又醒了 死亡之所以神秘和深刻 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说 Shiva 即Adiyogi 或第一位瑜伽士 是毁灭者时 我们并不是说 他会导致死亡 他对死亡不感兴趣 对他来说 生与死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只是生命的一个表象 他把火葬场的骨灰 吐在身上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表明他对死亡的蔑视 他不认为死亡是深刻 或神秘的 灵性过程不是关于死亡的 而是关于从死亡的源头中解脱出来 这个源头其实就是出生 从出生中解脱出来 自然就会从死亡中解脱出来 这个生和死 就像是制作淘气一样 挑一块土 速成人的形状 当然 还要让他走路和说话 制逃过一段时间 就变成了眼目偶戏 是一个简单的伎俩 从观众的角度 看戏是一回事 从后台看戏 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回事 一旦你开始从后台看戏 一段时间后 你就会厌倦他 你可能会欣赏 这个戏的机制 但是你不再 为他的故事和表演 感到兴奋 因为你知道 这一切是如何拼凑起来的 只有那些 有短期记忆的人 他们每天来坐着 看同一部戏 却已经忘记了 前一天的记忆 对他们来说 一切都还是 非常令人兴奋 和充满挑战的 所以 灵性过程 不是关于生或死 身体又生死 而灵性过程 是关于你自己的 那既飞生 也飞死 继续